好 又來關心的是藝人修傑凱 還有王伯傑 今天是意外登上了社會新聞版面 好 根據劉姐呢 這今天其實是修傑凱生日 凌晨一群人他們去唱歌慶生 第一次其中一名朋友 在搭電梯的時候跟人爆發了口角 對方心聲不滿之下 衝包箱來找人 而當時修傑凱跟王伯傑 是為了要保護朋友 進而跟對方爆發了肢體衝突 那麼第一場混戰呢 也因此造成了修傑凱 他的左眼角受傷 對王伯傑身上則是有多處差錯傷 甚至他的衣服上呢 當時還看到是有血跡的 不過之後兩人都說 這是誤會一場 也說衝突發生的莫名其妙 訊號警方說呢 這個雖然雙方都不提告 但還是被依照了社違法送辦 好 到時候來看到 定命動手打人的陳姓男子 過去他也曾經有過黑歷史 他是統促黨的成員 還曾經呢 在鏡頭前毆打記者 巧合的是當時穿的音符 還跟這回是同一件 KTV包箱裡 一名男子被拉到走廊狂奏 其他朋友趕緊衝出來制止 只見一名黑衣男警 毫不留情的不停攻擊對方 甚至還拿起頓悟襲擊 一場大亂鬥直接上演 場面相當驚悚 警方獲報火速到場 架開雙方 女子嚇得大聲尖叫 只不過挨揍的人 怎麼有點面熟 原來演員王伯傑跟設計師林書宏 計畫幫藝人修傑凱慶祝祝生日 就在6號凌晨4點多來到東區的 KTV刷牙 一出電梯就遇上一名陳姓 統促黨員以及他的羅姓友人 林書宏跟他們爆發口角糾紛 陳姓男子後續越想越起 一間一間包廂找人 終於找到林書宏 痛毆他一頓 修傑凱以及王伯傑向勸架 反而挨揍 修傑凱左眼角受傷 王伯傑則是全神多處擦措傷 打人的陳姓男子看到記者跟上拍攝 一度發橫響起衝突 但這也不是他第一次這樣 陳姓男子曾經捲入鴻海董事長 郭台銘的連署案遭檢方搜索 之後在北檢狂嗆攻擊記者態度 非常囂張 仔細一看兩次鬧式衣服 還都穿同一件相當好辨認 雙方都認識 好好的生日變紳士 恐怕不止當事人不開心 連他們的親朋好友也一定都很擔心 記者王伯傑陳嘉明 侯雨翔 台北採訪報導